中国乒乓球一直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这不仅与运动员的勤学苦恋有关 与我们的选材、训练方式和环境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很多日本运动员要么曾经是中国选手,更改国籍 要么是经常来中国训练,与国兵队员们朝夕相处 建立了密切友谊的朋友 在一些采访中,常常会出现很多记者和翻译 用日语和中文翻译来帮助这些日评选手建立联系 但有趣的是,其实这些人的普通话比你我更好 场面一度尴尬 英国记者用美国翻译 说中文来采访日本选手傅元爱 今天你特别的准备了这个比赛 因为沈阳飞最近状态也是挺好 她状态挺好 她拿了好几个冠军 所以我特别想赢她 她说她说她很准备了这个赛 她说她很准备了这个赛 她说她很准备了这个赛 所以她很准备了 我觉得她这个几次有可能没失恋 她今天照片也不是特别的好吧 然后我今天打得也好 张本志和我早忘了自己是日本人了 那么你认为你今天做的最好的是什么 以及取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比赛 就啊 石川佳泉 中文水平现场击败翻译 数尼里士丝浩胜适議 всего何两个人打开的 Crispy 所以我想问丁宁和朱宇铃 您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印象和想法 你们两位对平衍梅与教授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想法 你们三是感冒险呢 所以下中文课堂 今天是女人的日子 我愿意祝着所有女人一个幸福 你教了我这么多英语 我现在教你一句 Chinese 吃葡萄 吃葡萄 不土 不土 葡萄 葡萄皮 不吃葡萄 不吃葡萄 豆土葡萄皮 豆土葡萄皮 不吃葡萄 不土葡萄皮 吃葡萄不堵 不吃葡萄 不吃葡萄 豆土葡萄皮 不吃葡萄 不吃葡萄 不喝葡萄 现在我们说一下化妒 我将她 Euro 很可怕 我说是很可怕 我非常害怕 哈哈哈哈